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到一百岁,换算成天数其实只有三万多天,如此看来,人生似乎有点短暂。 如何在有限的日子里,让自己更有质量地活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远离那些无穷无尽的减受因素。 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 在2020年到2021年的两年时间里,从原来的77.93岁提升到78.2岁。 目前122岁是全球公认的人类最高寿命,而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的某项研究,表示人类理论上可达到的最长寿命是150岁。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越来越靠近这个极限呢? 一、中疾控研究发现,老人减受十大因素,人的寿命长短与生活中的很多因素存在关系。 我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曾对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预期受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并在疾病监测期刊上发表了相关结果。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分析了从2009到2019年,多种危险因素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全因死亡造成的影响和变化。 从此项研究的结果来看,占比38.53%的行为危险因素它老年人全因死亡影响是最大的,然后是33.38%代谢因素以及22.38%环境因素。 而这些会造成老年人减受的危险因素,其实大多数都是可改变或者预防的。 该研究指出,影响我国老年人受命的十大危险因素主要有烟草、高血压、膳食、空气污染、高血糖、高BMI、高胆固醇、肾功能不全、非最适宜温度以及饮酒。 其中,男性老年人影响因素最大的为吸烟,女性则为高血压。 将影响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因素进行整理后,不难发现它们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空气污染和非适宜温度的环境因素,二是三高、肾功能不全等代谢因素,三是饮酒吸烟和不健康饮食的个人行为因素。 所以,老年朋友若想要获得长寿,那么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识别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比如吸烟的朋友,尽早戒烟,控制饮酒。 已经确诊患有三高或其他慢性疾病的老人,首要任务就是尽早控制住并将数值维持在稳定范围等等。 健康老人也要饮食、荤素合理搭配,注意全面营养,适量运动。 和北省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李刚指出,长期吸烟会导致动脉血管不断硬化,还会增加慢阻肺、肺癌等疾病的发生风险。 而高血压则容易诱发关心病、脑促重等疾病发生,这些疾病均有很高的致死率。 既然已经知道十大危险因素会缩短人的寿命,大家就可以从日常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方面进行改正,尽量避开它们。 那普通人如何做到长寿呢?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那些活到百岁的人都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心态平和,几乎从不为小事烦恼。 二是合理膳食,保证饮食均衡和多样。 三是积极参与意志类活动,读书看报还能上网冲浪。 二,七十岁想要健康长寿,四个误区注意避开。 俗话说,人到七十古来兮,七十岁可以说是老人的一道寿命坎,不少人已到了这个年龄段,身体会感觉明显变老,疾病也会明显增多。 2022年,剑桥大学发表在《权威期刊自然》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人到了七十岁之后就会出现断崖式衰老。 因为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逐渐累积突变, 年龄小于六十五岁的人群体内血细胞来自于二至二十万个干细胞分化。 而到了七十岁之后,仅剩十至二十个干细胞可分化血细胞。 这也是为什么七十岁之后会感觉身体明显衰老的主因。 老年人过了七十岁以后,要想健康长寿, 尽量避开以下四个养生误区。 误区一,保健品荡成药品吃。 保健品属于食品分类范畴,其不具有致病的功效, 最多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某种营养元素。 一些号称可致病的保健品, 均属于不正规的产品,切不可轻信。 误区二,多吃粗粮对身体好。 粗粮对于健康有好处是毋庸置疑的。 但凡事过游而不及, 盲目摄入大量粗粮会导致消化系统负担加重, 也会让身体发胖。 误区三,每天坚持走两万步。 对于普通人来说, 每日保持七千五百步左右的步数即可, 特别是中老年人, 盲目勉强自己日行两万步, 很可能会导致膝关节损伤。 误区四,盲目补充各种维生素。 不少人觉得维生素对健康很重要, 日常会大量服用维生素补剂, 这个行为非常不可取。 盲目补充过量维生素, 反而会给健康带来威胁。 以维生素C为例, 摄入过量容易导致 胃部负担加重, 尿露结石发生。 三,中老年后多吃这三样, 强过吃保健品。 根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学者 发表在《营养》杂志上的文章指出, 我国老年人营养不良趋势明显增长, 十年间增幅近七成。 不少人迈进七十岁老年人的门槛后, 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 为什么有这种七十岁断崖式衰老现象呢? 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 自然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七十岁之后, 人体造血干细胞群体结构及分化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血细胞来源大幅下降, 甚至仅分化于十至二十个干细胞。 这些干细胞经过了大量突变, 能减少老人体内血细胞的多样性, 又发与衰老相关的疾病。 武汉市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许淑芳指出, 这与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病, 生理功能衰退以及心理状况等因素存在一定关系。 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的肠胃功能减退, 牙齿也会松动, 咀嚼功能下降等会影响进食, 对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也会减弱。 所以,老人要想健康长寿, 这些养生误区应尽量避开。 很多中老年人热衷于靠吃各类保健品或补品进行养生, 认为吃了这些,身体就可以万事大吉。 事实上,再好的补药,也不能随便乱吃。 老年人要想养生,首先要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 平时多吃这三种食物,胜过各类保健品。 肉蛋奶,肉蛋奶摄入不足,容易导致身体蛋白质, 钙元素不足,继而会导致肌肉减少,肌力衰退等发生。 建议老年人每日可摄入250至500毫升的牛奶, 一个鸡蛋,以及50克左右的肉类。 蔬果,蔬果对于健康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建议每日蔬菜摄入量保持在500克左右, 其中深色蔬菜最好占比一半,种类尽可能多一些, 水果摄入量保持在每日200克左右。 粗粮,主食的选择要注意保持粗细粮搭配, 如可以用黑米、荞麦等搭配大米煮制, 或是添加紫薯、红薯等粗粮, 注意不能盲目只吃粗粮。 想要获得长寿,需要从生活中的各个细节去进行改变, 没有任何一蹴而就的方法, 对此一定要持有正确心态。 每天补充一定量的新鲜食蔬和低糖水果, 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 多与人沟通,开阔眼界, 更容易接受自己, 有助于维持心灵的平和, 有助于身体的健康。 平时要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不能无所事事。 生活方式健康与否与寿命之间有直接关系, 对此一定要提高重视, 从当下进行改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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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